林公子 大家好 都挺高興 在妄想最大黨的一周年的聚會 那裡見到大家 妄想最大黨真是9月11號 是第一集 因為9月11號是我生日 不用了 大家多點看節目就可以了 剛才曼堅就擋了整個選民力量 又或者是妄想最大黨為什麼形成 又或者形成的過程是怎樣 其實是有個前傳的 有個前傳的 我先說一些自己的私人事 其實我今天是遲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說 最近大家聽不到我自己的節目 我說不到我自己的私人事 話說我最近家裡來了兩隻野 不是潘兆聰那些 我家裡多了兩個小朋友 因為我的哥哥全家搬到我家裡住 所以每天早上七點到十點 有一個兩歲半和一歲半的小朋友 就在外面打仗 兩個合唱團 所以我是睡不到睡覺的 大家知道我沒有天光都不睡 變成每天都是睡一、兩個小時的時候 就被那兩隻野吵醒了 這些小朋友你不可以罵他們 罵他們也不會聽的 我唯有跟他們玩 我玩到差不多了 我開始我的睡覺下半場了 所以剛才睡覺的下半場 就遲了 就在更衣室那裡 忘記了出來 但是剛才我在臨睡下半場之前 我真的視乎撞棍 不知道為什麼呢 又想聽回去年的事情 剛好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手痕 聽回去年 一切從錢人出發的其中一集 那一集就是 六月二十五號的深夜 大家記得去年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號 發生了什麼事 靜改 在第四節的時候 我就和萬必 因為當天買草泥又不知道 又生病了 那天又生病了 我出現之後 原本是三人主持的 所以又剩下我和萬必 這兩個 那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時間回去重溫 就試一下 就聽回 這一個就是整個選民力量 和我想之後的妄想最大黨 整個形成的對話 根本就是 那一段短短十五分鐘的對話 就形成了今天所有的事情 難得那一天的對話之後 就形成了那麼多事情 和那麼多人 就走了出來 除了我眼前看到這些 也是台後面 就是我後面的朋友 網上最大黨 是一個很特別的節目 我自己覺得 多謝萬必是監製 和也找了他下水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在人網裡面 開拓了另外一個新的空間 就是以前那些政論節目 都很正經 雖然蕭先生都不是很正經 他都… 無論如何 阿靖,你說一下 等等…讓他說… 小心走 小心走 拿兩句就走 拿兩句就走 你拿兩句就走 剛才萬必想到他 想到票債票償 我現在想到 應該有一句 更有噱頭的 要劉偉卿和黃碧雲 兩個票債逾償 蕭先生是否你嘗 嘗給馬仔 嘗給馬仔 真可憐 馬仔之前是嘗的 新馬仔是嘗別的 中金 我們再給大家掌聲 謝謝蕭先生 我剛才說到網上最大黨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節目 我們在節目當中 幾個相對上年輕的後生人 其實你叫我們在平靈政治 我們又不是 其實我們都在吹水 我們都不是準備很多節目 除了萬必之外 他每個星期都會寫一些 rundown給我們 那一集要看的文章 每天都這麼厚 但是比較幸運的是 原來這些是我們的生活事 所以不用因為準備一個節目 我們特別要去看很多資料 因為當你每天在看新聞的時候 其實已經提到很多 但是在整個節目的過程裏面 就是和這麼多主持人 我們都 寫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們創造了很多東西出來 當然也得到聽眾 和譬如咳神的配合 那一句就好玩 那一句就得到 慶姑七友的插圖 那跟著又得到 就是Sam Wong的詞 等等那些詞 就是有很多 那另外就得到 大戰救了霸權之後 有一系列的霸權的造型 就出來了 就是投共鳥 直接飛到紐約 那這個也是 我們做到一個全球性的 香港民主運動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多謝大家參與 就是妄想最大黨的節目裡面 有很多人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就是我們不是很強 不過那個人很厲害 那麼多人走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不是六個人的威力 就是很多倍 是一個synergy effect來的 是一個協同效應來的 我們創造了一個 更加大的反應出來 一個更加大的power 去希望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我們感染 就是未必我們真的 可能每次都走出來去衝擊 但是我們可以製造了很多 令人感動的畫面出來 令人難忘的事情出來 就是譬如我們放飛機 我們收購等等那些 無論是參與者 又或者是記者朋友 時候告訴我們 他都很appreciate我們做過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想了出來 但是都要大家配合的 那這個我很感謝大家 那當然去到選民力量 去年9月20號成立的時候 當時只有六個人 就坐在一個台前 坐在台後面 還有那個當時的大義工 還有準備被人氣障的氣障 當日就坐在桌後面的時候 其實真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一年後 即來到今天 真是不知道會有什麼效果 當時寫文年未瓦解 前線都未欲可從生 然後坦白說 我未聽過神州青年報務社 想不到一年之後 即不用了 半年之後 選民力量成立了之後 就跟著又有前線的欲可從生 又有其他的團體一起組合 我們就形成了人民力量 即這個全部都 我個人就是這樣的 我相信隨其命 只是做好眼前見到的事 盡量做好 跟著這條路就會走出來 當日六個人走出來的時候 不知有多少後盾 今天大家見到 即大家穿著這條粉紅冰團 我們經常說自己 這樣就站在這裏 後面這些朋友 相對上他們是比較 比較上是默默耕耘的 即我們這些可能經常都是 鏡頭的時候 我們就走出來搶軟尾光燈 但其實後面都很多 他們配合的 即當我經常在Facebook 經常說自己 因為我又站區 我又站街了 站了很久 大家都讚我 其實這班人比我更勤力 他們每一早上 即是 這 這 除了這件之外 那 你讓我調一調位 這件是甚麼 這四個 就是 每一早上 都在中西區那裏 就很努力 去跟街坊持續 我們在中西區 我們的策略就是 我們打群體戰 即是 環圓著整個中西區來打 當大家可能有機會走過中西區的時候 我希望在 未來的選舉期之後 大家會看到清一色 我們是一個團隊去打 當然在第二些區 我們就會 比較單打獨鬥一點 我們就會看著 某一個人 就是 斟酌某一個人去打 另外 看到那個 遠一點的那個 其實他就在 友愛村 即是在屯門 他是卡羅斯 黎家朗 他就在友愛村那裏 得到大舊的鼎力協力 他都是很努力 又是每天 即是無論是早上 下午夜晚都是站街的 大家 這陣子大家全都在做動篤笑的 我動篤笑的演繹就是 每天早上動篤在街上 和走過的人 經過的人 經過的車在微笑 那就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 那我大家希望呢 給一些掌聲 包括黎家朗 Milliam 就是喊咪嵐 然後還有Chris 然後有肥橙 李雪鏘 還有蘇浩 那大家如果 在中西區裏面 又或者友愛村 有些 親戚朋友 親戚朋友 姨媽姑姐 都希望大家 單聲 無論是 明天的選票也好 又或者是 提名也好 甚至乎是義工也好 希望大家 可以將你們的connection 就全部散播出去 希望幫得到多少 最後還有一件事 兩件事 其實 多遠一點 還有兩位姐姐 那兩位姐姐 就是 即是說的是姐姐 其實他們是 我覺得是最漂亮的 兩個女人之一 我們走出來 我們都辛苦 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但是他們兩個 比我們更辛苦 因為他們 又不是出來搞事 那些 但是他們就是默默地 很support 我們這些 很沒有踏煞那些 全部那些又不知醒 跟著又是 那些東西可能有些脫漏 我很慶幸地得到兩個女孩子 就在後面 是可以support的 那大家給點掌聲 Alan和Carrie 兩位 最後這個 大家看到那些粉紅色衣服 就不要想著 穿在我們身上都很漂亮 其實穿在你們身上都很漂亮 如果大家就是當義工的時候 其實都希望大家可以著存 那 屎股一點地說 大家 大家 多多支持 那 應該是一百元一件 因為成本比較貴 成本好像七八十元 八十幾元 八十幾元一件 所以我們想大家下區的時候 就是幫忙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團隊的陣營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最後都是多謝大家 我們今天不是來銷衣服 如果要了 我們流通一下衣服 如果大家的需要 可以拿一件 但是要了之後 有一個使命在這裡 要幫我們 就是未來的日子 是一個落到社區那裡 可以幫我們手 走了